在家能不能做烤肉答案是可以的 有锅就能做 外焦里嫩有想吃就不用去烤肉店了 首先整面一坨猪腿肉 为了方便煎熟先把它切小块一点 和切薄一点 不喜欢吃纯瘦肉的可以用五花肉代替 然后用刀背把肉的两面都拍松散 这样使煎出来的瘦肉更嫩 先横着拍再竖着拍 全部拍好放入碗里 接下来把瘦肉腌制一下 配料在屏幕的左边你们看一下 友情提示这里就不需要加盐了 再用我粗刀的手把它抓拌一下 你们如果嫌锁不干净的话就带一次性手套 抓拌紧紧后忘记换蒜头了 然后准备三只大蒜 先拍散后再把它切碎 蒜拍散一下味道更容易出来 切好放入瘦肉里 再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腌制20分钟使它入味 起锅烧油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油 有了的时候就可以放入腌制好的瘦肉煎了 最好用不粘锅煎肉就不会粘在锅里了 放入后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火别太大的容易把外面煎糊了 而里面切不熟 感觉煎得差不多的时候把它翻个面煎 看一面已经煎得很金黄了 然后人一定要锁住锅 要经常的晃动两面煎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怕吃了拉肚子盖上盖子小火煎三分钟 为了安全起见用筷子擦一下 没有吸水流出来就熟了 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出锅了 案板我已经换一面了 而且用开水烫过了 刀也用开水煮过了 就可以放心的把肉切薄片 随便切都可以 喜欢吃厚的就切厚一点 喜欢吃薄的就切薄一点 刚出锅的肉是比较烫的 为了手的安全别用手直接抓落 容易把手烫熟的 翘熬一定要把它摆好看一点 为了使它更好看再带点热色 这样家庭版烤肉就做好啦 外焦里嫩香气是意 我家小孩子可喜欢吃了 想吃烤肉的小伙伴们赶紧吃吃哈 我是明星我们明天见拜拜